在家里线上的一个上课 每天孩子早上起来 就问妈妈说 妈妈早餐要吃什么 还没有才吃完 又问说 妈妈中餐要吃什么 下午的点心要吃什么 晚餐要吃什么 妈妈真的是要照顾小孩 又要上班 每一天就是非常苦恼 绞尽脑汁的 不知道要煮什么 真的非常的辛苦 很多的妈妈跟我分享说 她每一天都非常的崩溃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 在尼西米记八章十节说 你们不要忧愁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这里讲到以色列人 如同一人 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当时文士以色拉 宣读律法书给众民听 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 都哭了 文士以色拉 还有当时的神长 尼西米就鼓励大家说 你们不要忧愁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也告诉众民说 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 他如何用大能的手 神迹奇事 云柱火柱带领着你们 接下来就看见 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 他说就鼓励大家说 神是乐意饶恕的人 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神是丰盛的神 神是慈爱的神 喜乐来自于神 神的儿女 如果与神重建 那正常亲密的关系 倚靠就是一个 非常自然的事情 因为透过神的话语 认识自己是有限的 软弱的 知道只有神能够帮助 倚靠也是交托 当我们学会倚靠 这位有能力的主 自己就会变得更清神 我们就会有喜乐 就会有力量 马太福音耶稣告诉我们 十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 在劳苦重担中 很难有喜乐 只有放下重担的人 才能够享有安息 才有真正的喜乐 可是可惜的 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 还是背负的非常重的 重担跟压力 就像彼得 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 神已经 耶稣已经许可他 可以在水面上行走 但他看见环境的恶劣 还有波涛汹涌 他这时的信心就受到打击 他的勇气也受到打击 他心中害怕 眼看就要沉下去了 但是幸好 耶稣赶紧的拉住他 得以化险为意 我有认识一个姐妹 她在信主前 是非常严重的忧郁症 当我在带她 做绝肢祷告前 她告诉我说 她不想活了 那我带她做绝肢祷告之后 她就开始的参加 她教会的主日 还有周式的祷告会 承导 我看见她生命有极大的改变 跟翻转 她也过一阵子之后 她也停了忧郁症的医药 感谢赞美主 看见上帝亲自的医治她 但是最近她又跟我联系说 因着疫情的缘故 她没有办法到教会 然后她就非常的忧愁 不知道怎么办 面对工作的压力 面对家庭的问题 面对孩子在家里 线上的这个上网 就是开始的在线上的上课 看见她压力非常的大 也非常的忧愁 那我就鼓励她说 你开始的读神的话语 因为她之前 只有是在线上的承导 那当她开始 最近开始读神的话语 就看见她 她就跟我分享说 她开始 喜欢读神的话 她开始看得懂神的话 然后神的话 也成为她的喜乐 成为她的力量 成为她的帮助 我觉得感谢赞美主 真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看见在这个疫情当中 香港的一位牧师说 我们不要浪费了 这次的疫情 其中有一点讲到说 如果你有时间 阅读很多的 疫情的一个讯息 却没有足够的时间 来阅读神的话语 那你就浪费了 这次的疫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天天 倚靠神的话 这里说 不要忧愁 因靠耶和华 而得的喜乐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力量 神是你工作上的力量 是你学业上的力量 也是你家庭中的力量 更是在疾病当中 生病当中的力量 弟兄姐妹 让我们全心的倚靠神 天天的在神的面前 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得胜的一个基督主生活 愿上帝祝福你